陳志全議員 不好意思喔 主席 開始以前 我想先跟您處理個程序上面的事項 好 您請說 因為從我們調閱小組啊 成立到現在 我上次也在委員會上面公開跟主席報告 在索取資料的過程當中啊 非常的令人覺得痛苦 為什麼覺得痛苦呢 我們當初調閱小組 提出文件的範圍已經很明確寫出來了 結果上一次我在委員會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呢是 有一些單位或者是銀行 東西還不交出來 那不交出來 我上次請主席財事處理這件事情 我上次特別其中點名的 就是台灣銀行1月28號的議事錄 1月28號的這個議事錄 我確定存在是因為在2月5號常董會 台灣銀行在確認議事錄的時候講得很清楚 把1月28號那一個決議事項2給拿掉 我一直跟他們聯絡 那到今天把一個2月5號的逐字稿交給我 你把2月5號的逐字稿交給我要做什麼 我自己下面去聽錄音帶我就聽得非常清楚啦 那重點是2月5號的那個錄音帶裡面 就有常董在上面討論說 1月28號常董會議事錄的決議事項2要把他拿掉 所以我希望可以看到1月28號決議事項2到底是什麼 發文的去跟他們要打電話去跟他們聯絡 說不給就不給 那這樣子我們到底是要怎麼樣繼續進行下去 我們現在國會雖然沒有真正的調查權 國會要求的資料隱匿不給 也沒有什麼相關的法則 那但是如果我們做這件事情可以做到說 我們自己的國營銀行 就可以擺明的不甩你的話 那我們成立這個調閱小組還有什麼意義 好 我來處理 我們每位我們的調閱小組 我們講得很清楚 任何委員要調閱什麼資料 只要兩位召委其中任何一位 簽字相關要被調閱的資料 必須得送到五樓 是五樓 必須得送到五樓的調閱的辦公室 針對黃國昌委員剛才所提的 台灣銀行必須得提供 2016年1月28號常董會的會議資料 那個董長不在嘛 兩位總經理 尤其是台營的總經理 今天五點鐘以前 必須把這個資料送到我們調閱委員會 沒有討論的空間 好嗎 現在正在怎麼樣 你來說明一下 爸 趙偉跟委員 那個1月28號的主制稿跟這個會議記錄 那原來就在調閱小組裡頭了 不好意思 我插一個話 我要的是1月28號的議事錄 跟你們講過N次了 除非那個議事錄不存在 問題是那個議事錄在2月5號 常董會一開始的時候 在確認上次的議事錄的時候 一堆常董就在討論 把上次的決議事項2拿掉 所以我一直要1月28號的議事錄 你們到現在都一直不交出來啊 報告委員 那個我們提供那一個案子的主制稿 那就在調閱小組裡頭 那所謂當那個2月5號的 那個決議2 那只是 不是2月5號的決議2啦 2月5號在討論 要把1月28號議事錄裡面 決議事項2 把它刪除掉 黃委員 你要他說你說他們沒有 可是他們說已經在 這個到底什麼回事 中間有什麼樣的 這個就是我剛剛跟主席所報告的嘛 我剛剛為什麼把2月5號 常董會的逐字稿 成交給主席當作證物 主席您看 在2月5號常董會逐字稿裡面 上面就有寫 說 大家各退一步 把議事錄裡面 決議事項2的文字拿掉 我就一直要他們把1月28號的議事錄交出來 結果他們一直在講的是1月28號的逐字稿 那如果這個議事錄不存在的話 我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是說 那2月5號那些常董他們到底在討論什麼 那個魏總經理啊 魏總經理啊 會議裡面講說 有人講說我想各退一步 把決議事項2拿掉 不可以把決議事項2拿 就是原來有決議事項2的東西要把它擺在裡面 好嗎 好 我們做以上的裁定 我們現在開始 好 謝謝主席 麻煩有請金管會顧立雄主委 土地銀行林中原董事長 第一銀行 董瑞斌董事長 那個第一銀行喔 對於連帶熟悉的人是不是上來協助一下董董事長 因為我怕董董事長剛上任喔 前面有一些事情他未必那麼清楚 任何熟悉的人都可以上來協助董董事長 好 兩位 主委 好 開始 好 各位好 我不一一問候 首先有請林中原董事長 上次我們在這邊的時候 我特別跟你提到 有關於沁陽海科管連帶案的事情 我問了 說你們上一次大董會通過的懲處 是針對待後管理還是整個案子 因為我上次跟您說 前面放貸受信也有問題 您也承認了 結果你告訴我的是說 整個案子通通都有 但是我事後跟你們要懲處名單 我看懲處的事由 結果寄過的全部都是基層人員 針對待後管理的部分 你上次為什麼跟我說 連放貸的部分都有 委員好 謝謝委員給我這個機會來做說明 其實這個案子就是沁陽 沁陽的這個連帶案呢 慶父集團呢 其實他最早是受到一個教育部的邀請 沒有啦 這個我都知道啦 你不用再針對 沁陽海科管連帶案的來龍去脈跟我解釋了 這個我都了解 資料我全部都看完了 我現在的問題是 你上次為什麼在委員會裡面跟我撒謊 說放貸的部分你們也有懲處 事實上結果出來沒有啊 我要跟委員報告的是說 我們整個受信的流程呢是從這個分行的部分呢會先報到總行 那麼從總行的契機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啊 你們在懲處的事由裡面有針對受信的部分嗎 我全部都看了都是待後管理啊 我就是要說明一下為什麼我們整個案全部都了解過以後 前面那一部分呢 其實因為這整個案 前面那部分沒有缺失 不用懲處就對了 是不是 前面整個核帶的受信的過程呢 大概針對這個沁陽公司他的一個建造的能力 還有他後續的一個整個收入的來源等等 這些都有做一個非常詳盡的評估 所以沒有疏失就對了 在整個受信的過程當中 這部分都評估過了 好來麻煩請顧主委 請教顧主委喔 金管會對於高雄銀行 整個金融檢查 給他們回覆的期間應該到了嗎 給他們表示意見的期間應該到了吧 是不是11月21號就已經發函了 7天之內回覆 11月28號在韓戶陳叔叔到本會 好 所以整個程序就結束了嘛 什麼時候要做處分 我們現在在整理這一個 銀行局在整理這一個意見 然後 預定要一個時間要跟我討論 我想已經預定好一個時間 我現在不太記得是哪一天 什麼時候要處分 我想我們還是年底以前 年底以前會處分嘛 好 來 剛剛 我們的土地銀行說 針對慶行海科館的部分 他們受信做得很OK 沒有什麼問題 金管會針對這個部分 是不是跟土地銀行 抱持相同的看法 委員現在提的是高雄銀行 還是指那個土銀行 我先講高雄銀行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你們沒有針對土銀這個部分做精簡嘛 我現在目前掌握到的資料啦 當然我有去函給你 那你很明確的跟我講說 這個是機密資料 你們不方便提供 我也尊重 但是我也可以坦白跟顧主委講 你們的精簡報告的內容 我有掌握 我實際上是有掌握的 我實際上有掌握 非常具細米語 你們精簡報告的內容 那裡面第一點 就針對高雄銀行 當初慶行海科館 在真信放款的時候的缺失 提出了指責 所以我才會去問土地銀行 說你們是資料待會管理有問題嗎 還是一開始的放款就有問題了 我會知道這件事情 就正式從高雄銀行那邊過來的 那 顧主委你們還沒有針對土地銀行 就這個部分去做精簡 我了解 那針對土銀的部分 你們針對他在沁陽海科館裡面的真信 做得怎麼樣 我們土銀也做了精簡 好 那針對土銀做了精簡 你們最後評估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是不是如同董事長所講的 在收信放款那個階段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精簡的這個內容 我想現在還是不以公開 那我們時間上這個土銀的部分 沒有啊 我沒有要求顧主委講非常具體的內容 現在我只是請教你是不是有問題 因為 上次曾明宗前主委在這邊質詢你說 針對高雄銀行當初 旅約保證金17億4665萬 當初備償專戶裡面的錢 是從地下錢裝來的這件事情 你事實上也有證實嗎 那您對我的標準應該不應該說 跟曾明宗主委不太一樣嗎 那我現在只是請教你啊 就針對收信放款的部分 是不是有問題啊 這個沒這麼難吧 你如果不方便回答請銀行區也可以啦 因為我也怕說太為難你 總的來講 我現在我們還應該要進一步 有土銀的一個陳述意見 那我們整個整理以後 會在 會在 這個儲吻的當下再公開好不好 好 我再進一步具體的講 我過去這段時間 跟高雄銀行有非常嚴重的爭執啊 之所以有嚴重的爭執啊 是我公開的指出 而且我拿出具體的證據 來加以支持 高雄銀行對於慶富集團 我現在列舉出來的 從慶洋海洋 一直到2016年7月7號 也就是前主委 李睿昌當董事長的時候 這一些受信放款 通通都有問題 通通都有問題 來 顧主委 我現在所奴列上面的 是不是就是你們精簡報告的內容 範圍所及 還是這個也不方便講 黃委員 我現在真的沒有辦法 這樣子跟你回覆好不好 好 沒有關係齁 那個請銀行局的同仁上來協助 拍個照看一下 來 我們先請第一銀行 第一銀行 你們第一次接觸慶富集團 他要跟你們申請要求連帶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 應該103年 100年11月 2014年11月嘛 當初你們為什麼拒絕他 當初我們看的情形應該是他的 如果記得沒錯應該他的資本 他的資本額只有5.3億嘛 不可能帶到200多億嘛 所以 報告委員還有另外就是說 我們也擔心他兩個問題啦 就是IM跟LM 那個我知道啦 第一個最重要的 5.3億的資本額 根本沒有辦法帶那麼高嘛 那你們後來同意的是因為什麼 他增值到30億嘛 從5.3億 在短短半年多的時間之內 增值到30億 你們當初驗資怎麼做的 就看經濟部的登記資料 登記資本額已經到30億 就當有30億 是不是這樣 看變更登記的事項 對嘛 就是看變更登記的事項 經濟部登記到30億就30億 但是你們沒有覺得很奇怪嗎 從5.3億到30億 那個錢全部都是沁揚投資來的耶 沁揚投資是他的關係企業耶 沁揚投資的資本額有多少 財力有多少 他有辦法再半年多 去增加二十幾億的錢出來 幫慶富造船做增資 你們作為連帶的主辦行 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這件事情當初有沒有去查還是沒有 就看經濟部的變更登記有就有了 我們一般大概就是只看變更登記 來 丁銀行看清楚齁 增資是怎麼做的 增資是怎麼按照我的看法啦 這是你們一開始在核待的時候 你們在評估的時候 就應該要去查出來的東西 用短期放款 高雄銀行給慶富造船 慶富造船同一天轉到慶陽投資的帳戶 慶陽投資的帳戶再以增資款的名義 轉到慶富造船 當作他的增資款 那等於是什麼 慶富造船去跟銀行借錢 借了錢以後頒給慶陽投資 然後慶陽投資再把錢匯回去 給慶富造船 當作他的增資款 丁銀行 丁銀行仔細聽問題 當初這些事實你們有沒有查出來 報告委員 我們當初是沒有辦法去查他的 好 沒有關係 這我了解 那我現在問丁銀行的董事長 董董事長 請仔細的評估你的答案 你如果知道當初 爭資是這樣子胡亂假爭資搞出來的 丁銀行還會做連帶嗎 或者是啦 你作為我們現在丁銀行新任的董作 當這些證據都攤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還會認為這是真的真知 你還會同意這個205億的連帶案嗎 請董董事長回答 報告委員如果下次我們看到類似這樣的情況的話 我們會非常小心 還是不敢講直接的答案就對了 蛤 這麼明確的東西耶 還需要裝嗎 來請 這麼明確我們下次也不見得能夠看到這麼小 沒有關係請銀行局 那個如果雇主委 沒有精簡內容沒那麼熟悉 沒有關係請銀行局幫您回答 來銀行局 這一天 賬戶裡面轉來轉去 匯款的轉賬單掉出來了沒有 跟委員報告有關這個相關轉賬這些資料 我們也是從這個檢查報告相關來源看到 就是 沒有沒有沒有現在我在講的齁 具體的啦 匯款轉賬人啊 匯款轉賬人 你一定要去掉那個匯款轉賬單嘛 上面會有人寫名字 寄電話 室友是什麼 因為這些我在下面調閱的資料 我全部都看不到 所以我才要請教你啊 這些匯款轉賬單掉出來沒有 那這個呢 不要跟我說還沒有 這是最基本金融檢查要幹的事情嘛 這個資料是哪裡來的 匯款轉賬單掉出來沒有 跟委員報告齁這個部分 看起來就是說 他們是有從關係企業之間互相有這個 對不起局長 你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匯款轉賬單掉出來沒有 那這個部分有嗎 不回答 我們 因為資料很多啦 我們是在看 就是說這個部分 是不是在檢查報告裡面 有調出來還是 但是 你們檢查報告沒有寫這一段啊 但是我 所以我才問你嘛 我現在先假設 為什麼這個關鍵重要 如果 同一天轉來轉去的匯款轉賬人 是同一個人的話 代表什麼 有一個人 同時代表慶父 也代表慶陽 在高雄銀行的那個戶頭裡面 把錢搬來搬去 做完了厭知證明以後 錢馬上轉走 可以這樣幹嗎 沒有關係齁 時間的關係 主席也提示我了 但是 我還是要期許顧主委 如同賴院長所講的 在這件事情上面 究責到底 沒有上限 謝謝 好 感謝各位請回 謝謝